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2020月港澳大湾区车展 现在我来到的是几何汽车的展台 这次几何汽车也是带来了旗下第二款车型 就是我身旁这台几何C 其实大家都知道 几何汽车是吉利旗下的一个中高端的纯电动品牌 而第一款几何A还是一个轿车 所以第二款车型势必就要走 走量也是市场最火热的这种SUV车型 这台几何C它的定位是一个紧凑型的纯电动SUV 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并不是特别的大 长是4432毫米 然后宽是1833毫米 高1560毫米 轴距是达到了2700毫米 所以属于同级别的一个主流水准 然后外观部分可以看到就是几何的家族的风格 跟之前的几何A非常的相像 特别是整个车头封闭式的设计 看上去就会很简洁很科技感 然后像它的大灯设计也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滑的很长 同时两侧是滑向了中腰线 所以整个灯源的这种眼神 而且刚刚可以看到 它还有一个迎宾的这种流水式开启的一个仪式感 这一点也很不错 然后对这台几何A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 它整个车头的细节会比几何A要丰富一些 比如说两侧的这种造型 同时还有一个货真驾驶的导气孔 看上去就会增添了一些运动感 同时在下包围 因为是SUV 所以它用到了一种黑色的塑料包围 一是提升了它的实用性 二是这个小前唇 它看上去也会更加的运动 而下方的进气格栓 还有一个亮点 内部用到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栓 可以根据车速的不同 调整开启的角度 进一步的优化风阻和增加续航 咱们来到侧面再看一下 其实整个侧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身线条很流畅 特别是车顶的这种下滑 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 由大灯滑出来的腰线 上腰线向下 然后下腰线也是这样一个包围的 所以这些细节 设计师他其实说到的 也是优化了一些风阻 所以提到这点 风阻系数 这台车先说一下它仅为0.273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 也是会在风阻方面下功夫的 比如说隐藏式的门把手 几何A也是用到这样的 但是这次几何C 它用了跟车身同色的一个设计 看上去它会更整体 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然后就是轮圈 轮圈用到了五幅样式 同样是一个比较宽的轮幅 所以它不光看上去好看 也会对风阻系数有一定的优化 所以如果把电动车的风阻系数 作为一个必考项目 一个重要课程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课程上面 这台几何C是给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再往后 C柱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悬浮式的车顶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它的充电的接口 慢充位于左侧的这个位置 然后快充是位于右前方一直往上方 它采用了一个分开式的设计 尾部的亮点最明显的就是贯穿式的尾灯了 点亮之后其实也挺好看的 等一下 掏个钥匙 锁一下 解一下 中间没亮 不好意思 看到没 整个尾灯 这条贯穿式的真的是点亮之后 是非常的出彩 所以也会很简洁 跟整个车的这种风格 这种科幻的风格是比较搭的 然后上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尾翼 同时尾灯这种立体感 或者说凸起的造型也是比较不错的 最下方设计都比较简洁了 这是电动车一贯有的风格 然后极力几何 然后C车型的名字 打开尾箱 我们再瞧一下它的后尾箱空间 开口不算是特别大 而且这里高度稍稍有一点点高 但是整个后备箱的空间是足够工整的 也可以看到是足够宽大 然后后排座椅也提供了四六比例的放导 所以整体的实用性 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这样一台紧凑级的纯电SUV 这台几何C真的是给到了你那种很极简很科幻的新鲜感 好了来到车类我们看一下类似部分 其实就是用到的几何A的那一套设计布局和设计风格 这种极简的科技范 首先可以看到它用到了大量的这种不规则的 矩形或者说线条来刻画的这种很明显的科幻立体感 比如说中间空调出风口以及空调控制区域这块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然后整个中控挡把这一块也是用到了大量的不规则的线条 所以组合在一起就给你非常科幻非常极简 有很有未来感的一种设计 这是很多年轻人所喜欢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科幻的一个地方 就是前方的这两块屏幕 一是这块仪表虽然尺寸真的是比较的小 它只提供一些常规的仪表信息 但是它跟中控屏幕都是用到的这种悬浮式的设计 所以在前方这两块看上去也很科幻 然后中间这块多媒体系统其实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就够大 然后内部的功能也非常的丰富 在很多中国品牌的这种多媒体系统当中 比起来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就不去多说了 然后方向盘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尺寸比较的小巧 用到的一个双幅平底样式的风格 看上去也是很个性的那种 主要还是因为手感比较小巧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最科幻的地方还得是 换挡旋钮前方这块功能按键 因为它叫做E-Touch 中央操感触控区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在这块面板当中做了一个触摸 然后之前几何A呢 其实是那种 要在发光的时候才能看到那有按键的 所以它是很科幻的一种感觉 但是之前几何A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强光下面 可能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所以这次几何C呢 它也做了一些优化 将这些图标 这个区域的功能按键呢 其实标的更明显的 就没有那种强光下看不到的一个情况 但触控的感觉呢 依旧很科幻 然后旋流的换挡机构呢 就比较大了 然后一键启动 以及电子手杀奥特厚的 当然中间这些储物空间呢 其实也很丰富 虽然它的这种造型呢 不是很规则 然后前方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区域 下方呢 掏了一个较大的出入口 而除了这些座椅呢 也值得一说 我们这台呢 还是一个皮质座椅 其实跟几何A一样呢 它在另外一个版本上面呢 会配备这种比较环保的织布 我觉得那一个呢 看上去呢 就会跟整车的这种未来版的风格呢 会更搭一点点 因为那种织布 也是那种高级灰的感觉 好了 说完了这些呢 像前排呢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配置的 因为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消息 但我觉得应该会跟几何A一样 包括那些LR的自动驾驶系统呢 这些应该都是有的 所以前排我们就先简单聊到这里 去后排再看一看 来到后排 我们先说一下整个后排的配备方面 因为我觉得它的配备还真的是足够全面的 首先就是刚刚忘了提到的 一个全景的大的天窗 虽然是一个封闭状态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级别的车型而言 它整个尺寸真的是足够大 然后我向前 后排的空桥出风口提供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 放手机的储物槽 因为旁边配了一个USB的充电接口 所以这样的配备呢 也挺实用的 而座椅的配备呢 也挺全面 三个独立头枕 中间 扶手 带两个回架 然后整个座椅的舒适性 也值得表达 因为填充很饱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坐垫的宽度真的是够的 而且作为这个级别来说呢 我觉得做这么长 确实会感觉会牺牲一点点空间 但是它又真的很好的照顾了你整个腿的这种舒适性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表扬的 当然空间表现方面 我们来比划一下 以我为例 个子不算特别高 然后 腿部呢也有两拳多 头部 四肢 整体的表现我觉得也还OK 属于同级别当中呢 比较主流的一个水准 当然整个地台呢 是有一定的凸起的 但是它这个凸起的高度 不算特别的明显 而且整个这里呢 它有一个内凹 所以放脚的影响呢 并不会特别的大 这台几何C的后排表现 以同级别来看 我觉得它还是算面面俱道了 最后动力方面 这台几何C呢 会搭载日本电船的电机 最大的功率为150千瓦 最大扭矩为316米 参数表现还算不错 然后动力续航方面呢 则会提供两个版本车型的 一个是400公里 然后还有个是550公里 所以续航呢也还算是OK的 但是都不是特别的出彩 不过这一次呢几何C呢 其实它重点想要解决另外一个 电动车用户的痛点 就是续航 剩余续航里程显示不真实的问题 所以它有了自己 新的BSM的一个管理系统 然后还有了更精准的 SOC值的一个计算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提升呢 当然除了这一点呢 那这台9LC呢 在本次车展呢 也是正式的建议 公布了自己的预售价格 它的补贴后的预售价为13.98万起 所以怎么样 纯电紧凑SUV 你有多了一个个性科幻的选择了 在本次车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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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对的 不贵的 在本次车展呢